四位选手 刘绍昂的道次也非常有利 在第一道 枪跑 这次的枪跑 我觉得也说明了刘绍昂的心情 很激动 一上来 有利的到此 一定要去抢到第一 比赛开始 刘绍昂上来抢到第一 西蒙是第二 彼得罗是第三 刘绍昂的速度带的还是挺快的 迅速的拉开了与 第二位的西蒙的距离 西蒙现在也在慢慢的往上上 决胜圈 刘绍昂的线路封的不错 刘绍昂 世纪赛的第一块500米的金牌 西蒙是第二个冲过的终点线 获得了一块银牌 我们向刘绍昂表示祝贺 竞特别第一时间 给到了在场边观赛的哥哥刘绍林 对于西蒙来说500米并不是他的强项 尤其是近几个赛季 他在中长距离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但是在500米上已经很久都没有进入过前三了 这次的世锦赛西蒙在500米的比赛当中表现得也非常出赛 当然可圈可点的还有意大利的新星彼得罗 500米一直是刘绍昂比较擅长的一个单向 这场比赛一开始就把速度给带了起来 全力地去冲刺 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他的哥哥刘绍林比他还要兴奋 为弟弟鼓掌 这是他的教练 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